哈囉,大家好,我是Ian 那我常說台北的天氣就是一個字 就是鳥 但相對的,台北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登山車騎士居住環境 因為台北周圍全部都是山 然後上面有非常多 簡短又好玩的路線 所以你居住在城市裡面 其實你兩個小時之內就可以騎上山再回到家裡 然後又騎到offroad 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條在天母旁邊的一條 叫做天母竹林的林道 那我現在的位置是在德行東路338巷的最後面這邊 然後前面那邊就是林道的路口 那有三個方法可以到這邊 第一個就是我上來的路 德行東路338巷騎上來 但是呢這條路一上來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陡的爬坡 我不知道可能有超過20%啦 然後第二個路線就是從 文化大學後山的那一條公路 夏東市產業道路 那邊插進去 然後穿過人家的私人果園 然後就會跑到這條 死路的最後面 然後就可以到這邊來 然後第三個方法來這邊就是 從 養德大道 其實旁邊這邊的 三人線上面 就是養德大道 那你可以從養德大道105巷的 巷子最尾巴那邊有一條 很少人走的路線 從那邊走下來就會到 前面那邊一點點 但是那條路呢很少人走 我跟Jerry走過在上面被湖峰釘 所以如果要走 養德大道105巷那邊下來 就要非常小心 那現在 就準備要進去 那提醒大家這邊應該是私人的 果園 所以呢 可能會有農夫在裡面工作 進來騎 長眼一點 人家給你方便 路過就是要尊重人家 那這條路線其實蠻短的幾分鐘就騎完了 甚至可以 一口氣不停就整個就騎完 那今天我大概就會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會比較簡短 我們就上路吧 那這條路線應該算是綠線等級啦 它的路面都蠻平整的 然後第一次來的朋友呢 就是照著GPS檔案走 因為剛開始這邊你可能會迷路 就照著GPS走就對了 然後這裡速度會很快喔 所以第一次來朋友 不熟悉路況就先慢慢騎 我也一陣子沒來了 可能第一個岔路口要認一下 途中有這個小上 好這邊就是要右轉 好這邊就會很快喔 好這段時間 有 好 好,前面應該有個岔路 兩邊最後都會接在一起 都可以走 好,這邊就岔路了 走左邊好了 兩邊都可以走 這邊就有一個極右彎 很容易就衝過頭 然後這邊會經過一片竹林 那我們就沿著左邊這邊下去 然後左邊下去這邊很陡喔 第一次來的人不要隨便嘗試 這個是黑線的 啊!這邊我都要停了 看到這個上面有青苔的大石猴下車為喵 可是在上面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剛才就從上面下來 然後下到這個小溪谷 然後我們從前面那邊的這個鐵橋走上去 要小推一小段 走這個鐵橋也是要很小心啊 如果你是在下雨天過後來 可能會很滑 腳小心滑掉 然後我就從這邊推一小段 直接上去 剛才就是後面那邊推過來 然後推過來這邊 其實就會 跑到馬路旁邊的 這邊上來 就是剛才騎車上來經過的馬路 德信東路 這邊就德信東路338項 以上就是今天非常簡短的影片 跟大家介紹 在台北市區旁邊的一條天母竹林的林道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照著GPS檔來試試看 那就是要注意可能會有農夫 或其他的健行者在裡面 就是注意安全 那今天這個看起來很像電檔的節目呢 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